各位家長、老師、各位同學 大家好 歡迎你們出席香港都會大學 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的網上資訊日活動 我是今天的CE Ms.Ray 我們今天的節目其實非常豐富 首先副院長姓思維女士會介紹學院的特色 以及入學的資訊 然後會由我們今天的主港嘉賓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保成先生 和我們分享一下新常態時代的選科攻略 然後還有我們的畢業生分享 最後還有問答環節 提提大家如果有任何問題想問 歡迎你們在checkbox把自己的問題打下 我們稍後就會幫你解答 現在我們有請香港都會大學 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的副院長姓思維女士為我們致歡迎詞 有請思維 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長姓思維 歡迎大家參加我們今天舉辦的網上資訊日 我們今天除了想向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學院的高級文憑和文憑課程的特色之外 我們還特別邀請到學友社的學生輔導顧問吳保成先生 他會跟我們講一下在新常態時代之下的選科策略 希望能夠給到一些啟示各位同學 幫助各位同學選科 不知不覺疫情已經來到第二年了 而在這兩年之間 香港都會大學都面對兩個很重要的改變 第一個改變是一件開心的事 香港公開大學在2021年9月正式改名為香港都會大學 而大學改名有很重大的意義 新的名稱除了指我們大學 立足於香港這個國際大都會之外 面向世界而會 也有會聚的意思 代表大學會聚人才推動香港 而提升教學質素就是我們都會大學首要的任務 再說我們第二個面對的改變就是 在疫情之下的新常態 在面對第二期來的疫情 這批最首要的任務就是 減少學生受感染的機會 此外我們也會確保學生的學習是不受影響的 甚至是利用這個新常態之下的學習模式 幫助學生學得更好、學習得更多 在這兩年我們很以積極的態度去面對這個變遷 而今日我們網上資訊日的主題 正正就是積極面對新常態 全程投入學習 在教育方面 這批的老師一向都向學生提供最全面的學習經歷 而這批全面學習經歷 有三個很重要的元素和特色 第一個就是私有關外 在疫情之下 同學和老師難免會減少見面 但我們為了可以令到新生 可以盡快在疫情之下 和同學和老師打成一片 我們特別開設暑期課程 虛擬的營生活動等等 是幫助新生 盡快地融入校園生活 而學院心理學教學小組 亦舉行了一系列的活動 去協助學生 一起去對抗疫情 而這些活動和講座 例如閒曉藝術 靜觀 音樂治療等等 都是為了幫助學生 培養一些內在能力去面對疫情 另外 我們亦非常重視學生多元學習體驗 即是我們所講英文的 Total Learning Experience 而這個亦包括了 co-curricular activities 聯課活動 即是和課程有關的活動 例如幾個月前 學院旅遊與航空業課程 聯同航空公司 讓學生在疫情緩和時 可以坐飛機 在香港三萬呎的高空上學習 另外 我們亦有些和日本文化研究課程 有關的活動 例如和日本領事館 日本旅遊協會 和日本不同的縣府合作 舉辦了一些虛擬的日本旅遊系列 而每個月都會介紹一個日本的縣 透過網上的旅遊 就和當地的導遊 親身地介紹當地的名聲 景點、美食等等 這個活動是相當受同學歡迎的 另外我們還有一些放樂活動 就是extracurricular 我們學校有很多學會 可以讓同學參加 例如有戲劇班 K-pop舞蹈班 另外我們有一個運動學會 叫Spotify 同學可以參加在這些不同的活動 我們的校園生活 真是很多之多彩 另外由於我們學院的學生 是來自八個不同的國籍 所以我們會給人很多 和文化相關的活動 例如我們曾經邀請了 法國文化協會的代表 和我們介紹法國的旅遊 法國的葡萄酒文化 另外我們亦舉行過 伊斯蘭齋介月和開齋節相關的活動 這些活動都可以幫助 托闊同學的國際視野 提到 托闊同學的國際視野 我們學院除了和不同的海外教育機構 簽訂合作協議之外 更加參加成為了很多個 高等教育機構的國際會員 而這些參與 進一步拓展了老師的國際視野 亦可以幫助提升學生的多元學習 而在我們的課程新研學習 Extension to Formal Curriculum 方面 由於學院和很多不同業界 有緊密的合作 所以業界都提供了很多實習機會 給我們的學生 我們每個高級民憑的學生 都需要參加工作融合學習 在職場裡累積一些實戰的經驗 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 另外我們亦定期安排了一系列的活動 讓學生掌握21世紀的新技能 踏入社會時更具競爭力 學院為了鼓勵學生在疫情下 可以繼續學習 引入了LinkedIn Learning 網上教育平台 透過專家主導的視頻 來幫助學生培養他們自學的能力 說了這麼多 這些多元學習經驗之外 同學亦相信是很關心 升學的途徑又如何 在行接學位方面 學院和學生的共同力之下 在2021年度 高級民憑畢業畢業生 有很多都升讀了大學資助委員會核下的大學 而且他們入學是入讀高年級的課程 除了本地升學 可能同學都會問 我可不可以讀完我們學院的課程之後 去海外升學 是可以的 我們的學院 和很多海外的大學 簽了一些合作協議 例如最新的進展就是 我們和兩間芬蘭的大學簽了合作備忘 我們的畢業生畢業之後 可以到芬蘭升學 幼兒教育方程的畢業生 可以到芬蘭升學 而芬蘭很出名就是推行幼兒教育 這個對學生未來的發展 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 除了剛才所說 我們為學生提供最全面的學習經歷 私有關外 多元學習體驗和銜接學位課程方面 學院亦不斷提升我們的教學設備 希望做到每個高級民憑課程 都有相關的模擬教學課室 而這些教室是配備了業界最先進的設備 今天下午我們會有不同學科的一些課程講座 不同學科的老師都會向大家展示一下 我們那些模擬教室的設施 到時大家就可以詳細了解一下 接下來我會和大家講一下 我們課程的一些資料 我們學院總共會提供 接下來這個學年會提供 15個高級民憑和3個民憑課程 在總共這18個課程中 其中有好幾個 有8個課程得到政府的資助 同學獲得這些資助時 他們學費有相應的減免 這裏就是我們全部所提供的課程的資料 你會看到如果有一個SSSDP的標誌 這幾個課程得到政府的資助 政府資助的課程 由醫療護理高級民憑 有工程學高級民憑 航空及停機坪管理高級民憑 旅遊及航空業高級民憑 旅遊及款待業高級民憑 度假區及主題樂園管理高級民憑 另外還有室內設計 以及數碼時裝設計高級民憑 這個表大家會看到 綠色的那些 就是我剛才提到 獲得政府資助的一些課程 他們的學費相應得到減免 如果之後同學想再留意這些 拿到更多的資料 其實我們的網頁 也有詳實聯名到這些課程學費 是怎樣的 這就是另外一些課程 又是綠色的那兩個 是獲得政府資助的課程 講一下我們高級民憑的入學資格 我們的入學資格就是 只要同學在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即DSE有五科、二級或以上的成績 就已經達到我們的入學要求 另外又或者如果曾經收取偽進文憑 亦都可以憑著偽進文憑的學歷 來申請我們的高級民憑課程 詳細亦都在我們的網站 或者是我們的課程簡介 就會列出其他相關 或者等同的入學資格 至於怎樣交入學申請呢 有幾個途徑 同學可以透過我們學院的網頁上 有一個網上的申請 另外就有E-App 專上課程電子預先報名系統 同學遞交了報名費之後 我們就會安排聯絡你 有相關的程序 然後會告訴你怎樣去申請這個 可能需要參加這個面試 到時同學亦都可以留意我們一些網上的資訊 這個就是給大家看看 我們的網上報名系統是怎樣的 同學可以記錄下QR Code 可以登入報名 如果對我們的課程 或者報名方面有任何疑問 可以打電話來查詢 我們也有傳單電郵 或者可以在網址上找到相關的資料 好的 我的介紹就到這裡 看看同學會不會有任何問題 多謝思惠的分享 其實我們的問答環節 會在畢業生分享之後進行的 今天也都非常榮幸可以邀請到學友社 學生輔導顧問吳寶成先生 跟我們分享一下新常態時代的選科攻略 現在我們將時間交給吳寶成先生 麻煩你 Hello 大家好 我是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成 讓我先分享一下 好 希望大家可以看到 再一次 很高興可以在網上的環境 為大家提供一些聲學資訊 近日的疫情變化 變得嚴峻 我接觸的學生很多時候都擔心 考試能否考到 會不會延期 選科如何去抉擇 我在開始之前 都用輔導技巧 先講一些 就是很多時候 我們現在的擔心 有很多方面 有些方面是自己控制不到的 例如可能是 考試日期 疫情的變化 又或者是其他人的行動 例如他們會不會出街玩 我們控制不到的 但是有些工作 我們自己可以控制到的 屬於我們自己的一些範圍 例如 溫習的準備 例如 升學資料的準備 又或者是 自己留在家中 儘量確保安全 所以 如果大家把焦點 放在一些 控制不到的地方 其他人的身上 你會覺得很沮喪 又或者覺得很無助 因為好像控制不到任何的東西 但是如果把焦點 放在自己身上 例如自己還有多少時間 可以溫習 可以準備 又或者是 對於升學 掌握多些資料的話 你就會覺得多些希望 亦都覺得多些正面的能量 所以希望 今天的升學資訊 可以為大家 多些資料 拿多了資料之後 可以有多些 升學的看法 你就會覺得 不確定性 會減少 從而壓力都會少些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講過新常態 或者疫情之下的升學 很多人都會問 會不會因為 學生人數減少 再加上可能多了人 去海外升學 本地升學機會 多了 特別是容易入了 資助的大學 我不用準備聯招以外的 升學資料 有些同學甚至乎會這樣想 我也想分析一下現況 沒錯 從數字來看 確實文騰市的競爭 是減少了 學生人數減少 最新出了2022年的情況 報名人數進一步下降 是這麼多年的新低 同一時間 你會看到 無論是八大 或者是不同院校 學士學鬼的人數 其實是沒有改變的 所以 就這樣看 競爭下降了 但是 另外一件事 就是 報聯招的人都少了 也是這麼多年的新低 四萬人以下 但是有幾件事要留意 第一件事要留意 很多時候同學 入到聯招的學士學位與否 其實不是 學生人數多或少的問題 而是本身你是否達到 入學士學位的最低要求 即是3322或以上 這是最重要的 因為當你達不到3322或以上 中文英文拿不到3或以上 就算學生人數多少 學位多多 在現階段 其實都是不符合 入學士學位的最低要求 用去年做例子 你會見到 其實只有四成左右的學生 是可以達到這個最低要求的 所以 雖然學生人數減少 或者報聯招的人少了 其實不代表收生要求 會大幅度下降 很多時候 在這個位置 就是中文和英文 問你究竟可不可以得到3 所以我自己覺得 在座的同學或家長 如果你覺得有些擔心 例如有機會在中文和英文拿不到3 其實布定一些聯宵以外的學位 特別是副學位 副學士加高級文憑 其實是恰當的 如果不是的話 你最後可能成績真的有落差 拿不到3 中英文 你可能在升學選擇上 到時會很徬徨 這是第一件要留意 就是 就算學生人數減少 但其實最重要 拿到學士學位的要求 很多時候 在中英文拿3 與否 第二個 我真的拿到學士學位的最低要求 其實學生人數是否真的減少了那麼多呢 是否真的減少了那麼多呢 或者收生分數是否真的跌了那麼多呢 其實我們綜合體 確實有部分的學位 是容易阻入的 但是 再看看個別的課程 例如今天大家來聽 可能對於護理 又或者對於一些 幼兒教育是感興趣的 你看看分數 其實不是下降得那麼多的 大家可以看一看 鏡頭先 我看看可不可以打開我的樣子 很容易 OK 希望同一時間看到鏡頭的內容 也可以看到我的樣子 你看看這個圖表 這個圖表說 雖然整體學生人數減少 也看到收生分數 其實是下降了的 但很多時候收生分數下降 其實就是一些 叫做收生比較多的學科 又或者是一向沒有那麼受歡迎的學科 例如工程 又或者是一些理學的 但裏面再數個別的學科 其實那個變化不大 例如今天大家來到 可能有些同學是想讀護理的課程 又或者是想讀幼兒教育的課程 我抽這兩個做例子 看這兩年的變化 其實沒有什麼下降的趨勢 例如你看到 在聯礁裏面 不同屬於護理學的學士學位 其實分數沒有下降的 全部都是在同一個分數以內 幼兒教育 有下降到少少 但其實持續的分數 不低 就算是屬於幼兒教育的話 其實都是頗高的 五科要有十六七分 即是每一科最少要得到 level 3 或以上 所以結論都是 雖然學生人數減少 有個趨勢讓我們覺得 好似容易入聯礁 特別是學時學位的課程 但實際上來說 未必是想像中那麼容易的 如果大家個別有一些 感興趣的科目的話 其實你看看 其實都未必是跌這麼多 所以我個人覺得 除非你覺得自己的成績很好 如果不是在聯礁裏外 布定一些其他學科 是恰當的 何況另一件事就是 其實透過副學位升上大學的機會 其實是上升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就是因為副學位 主要升上大學 特別是UGC三年班 我們叫做高年級行額的這個範疇 其實它是沒有變度的 那個數字 每一年都是五千人 所以大家可以想到 就是當香港學生減少 亦都多了人 可能去海外升學 那讀副學位的人數 的整體人數 其實是下降的 但是讀副學位的整體人數下降之餘 可以在當中升上去高年級行額 Year 3 UGC的行額的學生 其實是不變的 所以在百分比上 其實是上升當中 就是說我們比以前更容易 透過讀副學位 升上去UGC的Year 3學科 當然連同其他 例如升上去私立大學的一些學科 又或者讀副學位 都是簡單了 那這個就是我見到的那個叫做 升學的趨勢 近年的升學趨勢 但是可能同學更加關心 就是在疫情之下 究竟選科的考慮 會不會有不同呢? 其實我接觸很多學生 特別是家長 因為他們比較關心小朋友 那個就業的競爭性 又或者是找到工作 所以很多時候會問 疫情之下會不會改變了一些升學的選擇呢? 要在興趣和工作的選擇裡面 我應該怎樣取捨呢? 特別是看到很多新聞 有些失業 有些行業 可能是比較冰封 請人比較少些 究竟應不應該避開學科呢? 很多人都會問我 我自己都有一些解答 其實往往在那個升學選擇上面 要衡量 興趣和就業的機會 我自己當然最好是兩者兼備 但如果要兩者選一的話 其實我在不同場合 都覺得同學應該是以興趣先 我覺得有這個堅持的 原因有幾個 第一個就是時間上問題 在座的中六同學 可能有些更加小的同學 早點去聽 你要去讀一個副學位 說兩年 就是說你去求職 是兩年後的事 如果你讀學士學位 可能是四年後的事 如果你讀副學位 你之後再上回去 讀一些銜接的學士學位 其實都在講四年後的事 那四年後 究竟疫情變化是怎樣 其實是沒有人知道的 沒有人知道的 也都對那個叫做 行業的轉變 會不會有不同呢 也都沒有人知道的 舉個例 可能大家很擔心 旅遊業 酒店業 那會不會兩年之後 當疫情緩和的時候 然後大家很久沒有去旅行 變成一個報復式消費 不斷去旅行 願意去花多些錢 住更漂亮的酒店 都不奇怪的 所以如果我們過度去 因為行業的變化 這一刻的行業變化 去做一個決定的話 去到兩年後 四年後 其實我們不知道狀況的 這件事是以前都出現過的 其實以前出現過很多 這些情況的 例如曾經有些時間 覺得IT很受歡迎 我正在讀書的時間 那個一窩蜂去讀一些 跟電子、電腦 或者軟件相關的課程 後來又遇上可能是 2000年的一些科網的爆破危機 有些時間曾經覺得 那個叫做就業 如果是跟這個 起樓很有關的 就會很利益 可能是一些土木工程 一些探討 一些建築的學科 亦都有段時間 香港說八萬元 可能是那個工作 在地產方面 或者在起樓方面 又會沒有了 或者那個需求會下降 當然最後又會升 所以我想說 那個行程是會轉變的 但自己的興趣是不變的 所以如果過度 因為疫情的變化 所以我放棄了一些 本身感興趣的學科 的話 其實可能到時得不上失 因為可能 本身你感興趣的學科 兩年後、四年後 可能有一個反彈 但你正在讀一個 你不喜歡的學科 這是第一個 我們控制不到 或者我們估計不到 幾年後的行業變化 第二個是升學的關係 剛才說的 讀副學位的同學 高級文憑副學士的同學 其實可以升上大學3 但升上大學3 雖然學生人數減少 但也有一定的競爭 這個競爭最後取決於什麼呢? 就是同學在這幾年 副學位學習的分數 即是你的GPA 高還是低 如果你在這兩年 副學位的成績是不好的話 其實就很難升上 再進修的一個階段 所以要有好成績 才讓你可以有機會上升 特別是心儀的學科 你以為好成績很多時候 就取決於你是否有興趣 所以如果現階段 我強行選一個 沒有興趣的學科 純粹是看好他未來的工作就業 可能你讀得不好 分數不高 影響了你再升學 或者你分數不好 再去見工的時候 別人覺得你的GPA很低 不是那麼理想 他都未必會請你的 所以興趣會影響我們學習的效能 學習的結果 而這個學習的結果 就會影響我再升學 或者運工的機會 所以要去選擇 都是興趣 行先 最重要的 所謂行業的一個趨勢 當然大家都很關心 如何應對疫情 或者經濟轉型 或者經濟狀況 在疫情之下 有所轉變 所以我覺得 反而是 選擇一個適合自己的學科 之餘 在學科裏 如何可以裝備自己 如何令自己 學得更好 優勢更強 有幾點可以提出 第一個就是 我們學任何的學科 都有兩種不同的知識或技能 有一些是跟學科直接相關的職業技能 但有一些是 共通可轉移的技能 所謂職業技能 例如我讀酒店 有些很確實的知識 你要掌握 如何照顧客人 如何與旅遊相關的資訊 這叫做職業技能 但有些叫可轉移的技能 就是你讀完之後 你獲得了 而這一個技能 是應用到在其他方面 用回酒店、旅遊 又或者可能是一些 主題樂園的課程做例子 其實你在學習的時候 其實你同時掌握了 例如語文的能力 跟人溝通的能力 又或者是怎樣去 照顧多元文化的能力 因為你有很多不同的客人 來自不同的國家 這些叫做可轉移的能力 因為當你掌握了之後 其實你不一定要應用在同一個學科 應用在酒店裡有的 例如你應用在商業 其實你的語文能力都幫到你 你跟人溝通的能力 都可以幫到你 所以同一時間 其實你讀一個學科 都有這些可轉移的技能 所以當我們去讀一個課程的時候 記住兩者都同樣重要 不要說你以為讀這個友誼教育 只是講友誼教育 其實同時間都訓練你 怎樣跟人溝通 怎樣去表達得更好 這些就是所謂可轉移技能 為什麼後者這麼重要呢? 因為當你擁有這個可轉移技能的時候 就算你真的要去轉職 或者是因為職場的變化 你要去尋求其他工作 你都會較為容易 因為你有這些技能的話 別人一樣會請你 一樣會覺得你有能力去工作 所以記住在任何的學科讀的時候 除了關心很直接的一些職業技能 職業知識之外 其實一些可轉移的技能 同樣重要的 第二個 我自己覺得 特別是經濟環境不好 失業率如果高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看一個新畢業的同學 他更加關心你在實習和實務的元素 學得多好 因為作為一個僱主 其實他最重要是請了一個人 可以幫助他 千萬不要在建工的時候說 我來學習 我去你公司那裡去學習 因為如果你來學習 我就不用給你錢去學習 所以對於這間公司來說 特別經濟不好的時候 特別想要一個學生 或者一個畢業生 可以立刻準備好去工作 我怎樣可以看到一個畢業生 是可以適合立刻工作呢 很多時候就會看你實習的表現 又或者看看你在課程裡面 究竟有多少這些實務的元素 實習的元素是擁有的 當你多的時候 我就放心點去請你 因為覺得你已經在職場裡面 有一些經驗 但是如果你沒有什麼 你選擇一個學科 可能是比較多理論的話 可能他作為僱主 他就會擔心你多些 就不太敢請你 所以選擇一個課程的時候 可以留意多些 會不會有很多實習的元素 又或者一個課程 有時候實習的安排 未必是必修的 而是選擇的 你們又要爭取去做了 這幾年雖然是疫情 很多時候改了網上的學習 以我所知 很多課程 其實他都會有網上的一些實習的安排 又或者不是網上是work from home 都可以有實習安排 這些實習安排 其實同樣都學到東西 有些同學可能會輕視覺得 我網上去實習 或者我網上去交流 例如剛才聽到院校也有安排 他會覺得很不真實 或者相對來說 沒有以前真的親身 例如飛去日本那麼好 當然他有限制的 但你要記住就是 當每個人舉個例子都去不了交流 但你都有這些網上交流的經驗 你是不是給其他人優勝 所以大家選擇一個課程的時候 可以留意一下 他有沒有提供這些疫情之下 仍然有的實習交流的安排 如果有的話 其實都可以豐富你的履歷 令到你的競爭力更加高 第三個就是 就算實習 或者交流這些活動 因為疫情而有影響 其實有時候我們不需要靠院校也可以 或者不需要靠課程提供也可以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可以自己製造一些學習的經驗 我自己本身是個老師 可以用教育去做例子 舉個例子 如果因為實習的安排 例如停課 所以我去不了學校 去親身見到學生 做一個實習 其實我自己都可以準備一些教案 教材 甚至乎現在科技這麼先進 科技是一個趨勢 所以我可以自己錄定一些網上的片段 用多一些不同的教育軟件 教育的APP 去豐富我學習的方法 所以你會見到 其實不需要一定要靠別人 或者靠課程提供的 自己有一個準備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有一個優勢 如果疫情之下其他人很消極的 但你是保持積極 保持你的主動性 你可以自己製造自己的學習經驗 其實對於僱主來說 他是更加欣賞的 因為他覺得 你疫情之下也不會很頹 就算工作從家 也不會說躲在家裡也會睡覺 而是真的可以工作 這樣的話 其實你更加可以特惠而出 當然 所有的學科 我自己覺得 其實與科技的結合 是無可避免的 剛才說的教育 就算是我另外一頂帽 作為學友社的顧問 就是說在社工方面 社福界方面也有些接觸 其實例如社工都需要與科技結合 例如以前做活動 做輔導 搞一些小組活動 親身的 現在都要變成網上 都要想一下如何利用科技 利用網上去做得更好 所以任何的學科 的同學如果想裝備自己 我覺得與科技的結合 利用科技 如何使用 其實是必須的 最後我覺得 同學在現階段 如果你特別擔心 找工作 其實更加需要 在學習的時候 找到自己的賣點 因為當你升學 升上大學 又或者你要去找工作的話 很多時候就好像在賣一個產品 這個產品是誰呢? 就是你了 如果對於你自己來說 都不清楚自己的優勢 自己的賣點 自己的獨特情況 其實別人都不知道 別人都很難 在雲雲這麼多個參加者 或者報名的人去選擇你 所以 時時刻刻都在想 我自己的賣點是什麼呢? 有些同學的賣點可能是 IT的能力 有些同學的賣點可能是 親和力 有些可能是 跟人溝通的能力 有些可能是 表達的能力 所以 要清楚自己的賣點 再去加以發揮 再去告訴別人 是重要的 所以結論就是 在疫情之下 其實更加不應該為了讀而讀 不應該說 我畢業怕沒有書讀 隨便找一件事去讀 其實不是的 更加需要有個目的 有個規劃 你知道自己需要些什麼 以及畢業之後 你想向哪個方面發展 然後在學習那幾年的過程裡面 去做一些相關的安排 或者相關的發展 這個很重要的 關於獨特性裡面 我也想說多一點 就是 課程我們可以特別留意 一些特別的學分 其實我覺得是重要的 舉個例 這裡有個例子 這個例子就是 一個院校 一個課程是屬於 新聞的 屬於傳理的 你會看到 這個學科 其實在傳理方面 特別多一些商業新聞的內容 舉個例子 你選這個學科讀 你在傳理方面 你就有你的獨特性 因為你不只可以做普通的新聞 你還可以特別做得多一些 跟商業、金融、財經有關的新聞 這就是一個例子 如果我讀新聞的話 只是選一些很普通的新聞 人人都這樣讀 那你可能 優勢就不太突顯 但如果我選一些課程 他有一些獨特的學分 例如商業 例如金融 例如這個 我真的畢業的時候 你可以選到金融的新聞 而其他人未必選到 你就有獨特性了 所以大家也可以試一下選一個課程的時候 看看會不會這個課程 在市場裡面是獨有的 舉個例子 我知道 這個地方 有些課程 其實都是其他院校沒有的 例如一些動物的心理學 這些都是有些特色的 這些都可以留意一下 第二個就是 選一個課程 剛才說過 很講實習安排 所以我們也可以留意一個課程 其實他提供的實習時數有多少 以及實習的公司有些什麼 這些都可以讓你選擇的時候 留意多些 可以配合自己的 將來的發展 我舉個例子 例如這個是社工的課程 這間院校的社工課程 他有一些選修課 其中有三個選修課 是屬於人稱 屬於少數族裔 以及屬於長者 舉個例子 如果你想畢業之後做社工 你已經很有想法 我想專門做一些少數族裔相關的社會工作 你選擇這個課程 就會配合你的發展 所以再說一次 就算中六的同學 選擇科 其實這一刻選擇的時候 你應該要想定 兩年後 四年後畢業 我的去向 究竟我讀一個課程 我想之後做些什麼 就算我是想做社工的 你也可以想想 社工會不會哪一個範疇 我特別想做 你想做幼兒教育的 會不會想想 你想國際學校的幼兒教育 SCN的幼兒教育 還是什麼 想定的時候 再配合你的學習計劃 最後 還有五分鐘 我想今天來的 我相信很多人都關心 讀副學位的疑問 所以我最後也有幾個 常問的問題也想解答 第一就是 大家很多時候會想 我選擇高級文憑好 還是副學士 兩者都屬於副學位的 就是說最低要求 其實都是五個二 包中英文 五個二包中英文 但他們的分別就是 高級文憑的課程通常是 專門一些 職業道向多些 或者是實習的元素多些 副學士多些是一些理論 或者是他的範疇 是比較闊一些 同學選擇的時候 最重要是問自己的喜好 或者自己的特性 有些同學 學一些理論 例如計算 可能是一些 寫東西 看完一些文章 寫論文 這些學習方法是會優勝一點的 選擇副學士可能會適合你多些 但這些同學不是的 他們學的時候 喜歡的東西很實際 可以碰到 可以摸到 甚至乎是實際上去應用到的 這些同學選擇高級文憑 又可能會好些 因為那個學習的模式 是會配合到你的需要 或者你的專長多些 所以選擇高級文憑或副學士 很多時候就看看你的需要 和你的特性 選擇一個配合的 第二個我也想說 就是 疫情之下很多未知數 剛才一開始說了 不知道什麼時候考試 不知道之後會不會有強檢 很多不知道的東西 那怎樣可以令到我的心安一點呢? 其實就是要多些東西可以掌握到 所以我特別今年覺得 那些同學 其實預先去報名是很好的 因為當你早些去報一個副學位 你可以早些有一個面試的安排 或者是有一些有條件取錄 已經可以拿到在手 在放榜之前拿到在手 甚至乎在考試之前 都拿到在手 那你就會覺得好像 對未來的掌握 是多些 因為你只要拿到分 其實你的位已經在你手上了 因為這個叫做有條件取錄 所以如果大家覺得 很多未知數 很多東西掌握不到 那你早些去報定這些 副學位 或者自資學位 報完之後 拿到一個有條件取錄 你就會覺得好像穩陣 那這件事令到你會心安一點 準備DSC 可能都會壓力小一點 所以我自己覺得 特別是今年 是多值得 早些去報定副學位 拿到一些批評 Conditional Offer 最後就是 SSSDP和UGC 我也針對多少少說副學位 第一件事就是 今年副學位UGC 可能大家都知道 就是大幅度減少 以前在理工大學和成大 也有很多UGC的副學位提供 但是今年 都取消了 所以真的說 UGC的副學位 得到教育大學 一個幼兒教育的課程 所以要的選擇很少 第二就是 選擇的時候 咦? 看到有些是有SSSDP 剛才說過 固然的學費便宜一點 但我也想說多一個優點 就是選擇到SSSDP 其實副學位 通常都是在看 那個課程 是香港 未來 較為需要的 一些 課程 它才會放進去SSSDP 所以也回應剛才我所說 如何在疫情之下 增加自己的 就業優勢 其中一件事就是 SSSDP的課程 既然是說人力資源需要 那就是說 它缺人多些 所以 你去考慮的時候 它其中一個優點就是 較為容易去找工作 又或者較為多工作 要請人的 所以這個也是 另一個我們選擇學科的時候 要考慮SSSDP 其實 給予我們的一些意思 資料很多 希望 或多或少的內容 都可以幫到大家 我要講的時間 到此為止 大家可以問問題 我有些時間 可以立刻解答大家的問題 多謝各位 謝謝吳保成先生的分享 其實我們都收到幾條問題 想麻煩先生幫忙解答一下 第一個問題 有同學問說 高級文憑是否比 副學士課程更加容易找工作 好 哦 剛才說過 我自己覺得 老闆 僱主 很多時候 去請一個 畢業生 他就想你可以 立刻幫到公司 特別在疫情之下 或者經濟不好之下 那麼 高級文憑 由於課程內容 比較多實務的元素 也有多些機會 讓同學去實習 所以 你畢業之後 其實 找工作機會比較容易 就是因為 你多一些實際的職場經驗 我自己認同 好 那我們還收到第二條問題 同學問 我應該是選擇院校 還是選擇課程比較好 哦 我自己覺得是選擇課程 為什麼呢 因為對於你來說 其實你實際學的內容 其實是跟課程相關的 即是理學的一些學分 究竟是有什麼方面的知識 是學科提供給你 即是課程提供給你 如果我選擇一個 院校 我純粹心疑 他可能是排名高 或者大家覺得很好 的話 但是課程我根本不喜歡的話 其實是沒有意思的 因為舉個例子 舉個例子 例如有些人關心升學率 升上去大學的升學率 但是升學率是指 你的GPA高 你本身的GPA高 成績好才會修理的 就不是因為你是那間院校 所以他修理 所以記住最終 無論是僱主 還是大學 無論是升學還是找工作 其實他是關心你 學的內容 學得很好 這與課程相關 就不是學院的問題 我們還有一個問題 同學很關心 他本身是想讀護士的課程 但是很擔心現在前線的人員 會不會感染 同學問會不會還有其他出路呢? 這件事我想你要 這是工作本身的內容 我想是一定要接受的 如果我根本想做護士 我又不想接觸病人 我又怕會感染的話 其實我覺得你就算要做的話 都會做得很辛苦 或者很大壓力 所以我想你首先要接受 是有這個風險在 這個是工作本身的一部分 要留意 但第二個我想說就是 例如護理 好像絕大部分的人都會覺得 我做護士 讀護士一定是做前線的護士 其實都未必是 例如有些叫做 醫務的護士 他是隸屬於社署的 他主要是想去家裡 照顧公公婆婆 可能提醒他 或者推廣醫療的資訊 有這樣的工作 讀護士也可以做一些 跟醫藥相關的工作 所以我想 護士當然 讀護理主要是護士 但其實我們看的時候 都要留意 有時候不一定做前線的護士 都有其他的工作 可以提供的 這裡也帶出一個訊息 就是大家看一個課程 究竟他可以做什麼工作 就不要看得那麼單一 例如你讀幼兒教育 不一定要做前線的 幼兒教育的老師 例如你可以去些playgroup 可以搞些補習 做教材 都可以的 這些可以留意多些 這個選擇會多些 多謝吳先生的分享 其實在 chat box 還有一些問題 我們後面會有專人回答覆你 以下因為時間的問題 我們會進行下一個環節 我們會邀請幾位畢業生 和大家來做分享 多謝大家 首先我們會找到畢業的同學 簡單介紹一下自己 我想問一下同學 之前在我們這個地方 是讀什麼科的? 哪一年畢業? 現在是在工作還是在讀書? 不如我們先找Betty 大家好,我叫Betty 我之前在Leapace 讀範學及紀律部隊 Go Come Up Part 我就是在2020年 在Leapace畢業 至於我是在讀書還是在做 其實我現在兩樣都是同事進行 至於我在學業方面 其實我現在是在讀香港城市大學的 亞洲及國際研究的四年級 準備畢業 大家好,我是Justin 我之前在Leapace 2020年畢業生 我正在讀日本研究的高級文憑 現在都繼續在讀書 透過高年級入學 現在就是中文大學 日本研究文學士課程的四年生 在畢業之後就會做的 好,大家好,我是阿MED 我是2020年Leapace 幼兒教育畢業 現在就順利升職了浸會大學的幼兒教育學士 大家都很聰明 你們當時為何會選擇這一科? 有沒有其他人給你們意見 還是個人興趣去選擇? 其實我比較是因為個人的興趣 其實原因是因為我選擇科的時候是中落 當時我是比較懵懂懂懂 還有沒有太明確的方向感和一些目標 所以當時我選擇科是比較簡單 就是見到平時有犯罪學這一科 看來好像很有趣 再加上我自己本人是一些比較喜歡探索類型的東西 所以因為這些原因 我就選擇了犯罪學這一科來讀 我讀了之後 我就發覺犯罪學這一科是比我想像中更加有趣 因為學習的時候 有很多時候都是會去探究和分析 為什麼一個人會去犯罪 還有去看看他們潛在犯罪的原因 是什麼等等這些探索性問題 所以我學的過程 每一課都好像在學一些很新的東西 之前被接觸過 所以每一課都好像偵探 就不會覺得很悶 也會覺得很有趣 是的 我個人來說 其實我也有興趣先進行 因為我以前已經很喜歡日本的文化 可能有很多同學 都可能接觸一些日本的流行文化 因為那時有朋友就報讀這篇 發現有這個日本研究的課程 其實日本研究的課程 就不同 就是讀日文的 因為對比其他坊間 其他負荷士 或古革文憑 可能大部分的課程 都是單純讀日文的 但是因為在這篇 日本研究課程 就要包括文化方面的範疇 因為它是一個Area Studies 比較接近社會科目的科目 就會有日本的經濟 社會 文化 日語的能力 也當然有 所以其實是 因為比較特別 所以我就報讀 而且它會在銜接這個中文大學 因為我現在中文大學 都是一本研究課程 就會比較容易拿到 就是不會有那麼多東西 要花時間去重新 那我就本身因為都比較喜歡小朋友 而且一直都想成為幼稚園老師 所以我就選了 又要繼續這一科 那我記得我放榜之前 其實本身都有另一間學院的 Conditional offer 但是因為都想 因為放榜之後 看到成績都很好 那都想再給自己一個機會 那我當時一放榜之後 就去了Leapace 那我當時也有諮詢過我中學的老師 和當時在Leapace 讀的一個師姐 和在職的一個朋友 那他們都比較推介Leapace 還有他們因為Leapace 在行內的聲譽都不錯 認受性都很高 所以他們都很建議我過來Leapace 而且之前自己都有做過一些研究 那Leapace 因為幼稚園這一行 其實實戰經驗很重要 所以實習這一環真的很重要 那也有做過一些資料比較 那Leapace這一邊 實習的安排 我覺得會令我有更大的益處 所以我最後都選了Leapace就讀 的確是 我們Leapace的課程特別好 那想問一下 在Leapace讀書的這兩年內 你印象最深刻或者最難忘的又是什麼呢? 對於我來說 我印象最深刻的 應該是我實習那段時期 因為我在Leapace讀第二年級的時候 我就有機會在香港小童群益會做實習生 其實在那段時間 我都不是太多工作經驗 那一次也是我第一次在社福機構工作 其實我在那段時間 我就學到很多新的東西 而且是學會了怎樣跟別人溝通 更加懂得跟別人溝通 因為在社福界裡面 很多時候都要跟不同的人去接觸 再加上我也是更加了解了一些社福界的運作程序 對於我來說是很有用的 因為我自己將來都是想從事這一方面的學業 所以我在這段時間學的東西是十分之有用的 再加上我最近 我最近是有在香港青年協會領袖學院做實習生的 也剛剛完成了我的實習 現在也在那裡繼續工作 那我就覺得我現在有這個 我覺得都算是一個正確的軌道和方向 其實某程度上都是因為我之前在Libis的時候 有機會在小童群益會工作 有了一些相關的經驗 就令到我現在更加純利 也是因為有這些相關的經驗 就令到我現在的工作裡面 更加適應得到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我最深刻的事 我個人來說 我就是無論是交易和職業方面 都令到我有很深刻的經驗 我那時候的交易就去為期 兩個星期左右 只有一個很短期的交易 就是去東京的法政大學 我們上午就會有一些日語的課程 下午有一些當地文化的體驗活動 可能一起整串燒 著和復限日本橋 還有我們當時會和一些日本的復活動 有很多主宿社 在一個開放地區 就可以跟他們交流 在文化方面的接觸 和認識都會加深很多 還有另外有一個宮崎大學的研究 那時候都是 最後一天 是會去宮崎大學做分享的 當中間的過程 我們有一些農家體驗 一些很難忘的經驗 說到委託 剛才吳寶成先生也有提到 我們高級文憑的 就會比較實務性 要求會多些 那我們 因為我們畢業要求 要100個小時的 委託 那時候我們的 可能 最後都去了 這個 網上的委託 其實這個課程 這個轉變可能中間是有點辛苦 但是他都會很容易 就是立場方面 或者是委託的公司方面 都很用心幫助我們 那我呢 最難忘的應該就是MEC MEC其實是一個大型的親子嘉年華 就會由我們一群 幼兒教育的學生去設計 可能一些活動給小朋友參加的 那當中會有drama 啊 探玩遊戲啊 storytelling的一些活動 那我當時就是負責drama的 我就和我一群的朋友 由研究劇本啊 舞台設計啊 到他們製作啊 是的 我們都花了兩三個月時間 一手一腳去完成的 那麼MEC 真的是一個很難忘的經驗 因為我們真的從來都沒有試過有機會去親自 去拆為一個這麼大型的活動 去給小朋友參加 那而且在準備的過程中呢 我們都有機會可以離開課室啦 去親手 邊去邊學邊做 去有這個手機經驗啦 不再只是坐在這裡學習這麼簡單 那再加上 我們都相信 就是嘉年華其實對我們 是重要的經驗是因為 又教這一行一定離不開 會說那些畢業典禮 或者一些大型嘉年華 要去設計給幼稚園的小朋友參加的 那我們透過MEC這個活動 就可以拿到這一方面的經驗 去讓我們知道 當我們去為小朋友設計遊戲啊 或者一些表演活動的時候 我們有些什麼需要去考慮啊 或者應該怎樣去設計 才可以符合到小朋友的需要 或者是能力 那所以我覺得MEC這個活動 一來很特別啦 二來真的很有實用 對於我們有教學生意見 嗯 是啊是啊 LIPIS的活動和實習都很好 那你們其實都畢業了 對LIPIS的整體印象又是怎樣的呢 那其實我覺得LIPIS的老師啦 是很好的 他們都是很helpful的 因為我在LIPIS那段時間 就開始有一些目標 就希望可以升上八大啦 那所以在那段時間 我在學業那方面都投放了很多時間和心機 那當可能我有一些學術的東西 不明白的時候 我都會盡快問老師這樣 而我多數都是會可能是 下課的時候啊 又或者是發電郵問老師 那其實他們都是很樂意 還有很有心地去解答我的問題啦 所以我覺得他們都是很好 再加上其實LIPIS的CG都是很好的啦 那而我接觸過的老師 有很多都是有一些 就是一些教了很多年書 很有經驗的老師啦 那有一些就是學歷很高 那可能他們是有博士學歷的老師 那所以當我跟他們可能有一些學術交流的時候 我都是很感受到他們是很專業的 所以我覺得整體來說LIPIS都是一間很好的學院 我也很容易跟LIPIS有講法啦 因為我們LIPIS的那時候 會比較小班 就是不同大學的大班 那我跟老師的關係比較密接 就算我現在畢業 我跟Professor Carol也會有交流 就是我們的專業主持人 就是以前那時候 那我有些職業的問題 他也會很肯給我一些意見 所以其實是一個很好的相處模式 但是當然也不可以單方面靠Professor去找你 你自己也要用心去維繫 還有另一方面就是LIPIS真的多很多活動 就是比起我升到大學之後 那時候LIPIS有一些日本的慕容活動 書法活動 還有LIPIS有一個日本的茶室 除了這個城市大學之外 是第二間有 而且他會跟日本領事館比較密接關係 就是我個人的學科 當時我的Professor也提供了很多不同的 可能做助手 或者是一些擁有助手 所以其實是很擴負到眼界 但是相反的大學 可能因為大學比較學術性 反而是比較專注於一些 學術性方面的東西 就多於這麼多活動 就是文化活動的體驗 那我也覺得 另外我也覺得LIPIS的資源很充足 因為我們幼稚園 他學校也有一個幼稚園的模擬課室 給我們學習 另外 學校也會不時安排一些參觀活動 或者一些義工活動 去給我們同學參加 那同樣 我也覺得LIPIS的老師真的很好 還有很有經驗 因為幼稚園教育 他除了會教我們一些理論 就是幼稚園的理論之外 他都會透過他們自己 在幼稚園親身的經驗 去介紹到學校 可能有自己真實的情況 和一些日常的運作 給我們知道 而且老師 他們都不介意說下課的時候 可能去解答我們一些課堂上的問題之外 也都會解答我們可能自己私人的問題 就是好像譬如我會做幼稚園補習的 我可能對學生有些不明白 或者有些很奇怪的狀態 我不了解 我就算放學去問老師 他們也不介意慢慢去解釋給我聽 而且在我們學生準備畢業的時候 他們也有去接觸我們 去問一下我們的升學狀況 有沒有說有些很迷惘的地方 他們也會給到一些意見和方向 去給我們準備升學 所以我也覺得LIPIS的老師真的很好 所以我們也會幫助同學 作為老師 其實幫助同學是很開心的一件事 到我們最後一個問題 其實你覺得 是否容易升上學士學位課程呢? 那我就覺得 如果你是有心想升上學士學位課程 其實不是很難的 因為其實香港坊間也有很多不同的大學 不同的學士學位課程 所以如果真的有心升上去 首先要先看看自己的個人能力 先看看自己的成績 然後可能是去上網做多些不同的研究 搜尋一下不同院校 他們的課程 修身的分數是多少 他的剪輯是多少 之類的東西 可能都可以事先地搜集好資料 然後如果同學是很擔心自己的心儀科目 如果沒有辦法可以進入的話 可能同學可以做多些兩手準備 補多些不同的大學不同的課程 那就可以提高到自己升上大學 升上學士學位的課程的機會 是 那我也很認同我的說法 因為其實 如果單純來說升大學 就不是很難的 但是如果你想報讀一些所謂的心儀科目 或者一些坊間的半神科 留意一下可能收分方面會比較嚴格 那你的GPA當然一定要高 還有有個別的大學 可能對於英語的能力要求比較高 就像我那樣就報讀了中文大學 那他都說明 DSE一定你英文要3 或者是可能要Ioc6.5 那如果本身可能 英語能力沒有那麼好 或者是DSE沒有3的同學 可能就要再努力一點 再考取不同的資格 那還有你留意你升學的時候 最好就自己做一下一些研究 因為每一科和每一個學校 他們收新的條件都會不同 就是剛才吳保成先生說了一些 就好像我就報讀了一本研究 那時候我的CNN entry 就是可能收四個人 我報了一年 所以可能就好像Betty 說 你可能也要報定其他大學 等你買了一個失題的時候 你起碼也有一個保障 那我也覺得是 那我覺得其實升學真的 不是說很難的 只要同學很努力讀書 還有在學習的過程裡面 都不停去用不同的方法 裝備自己 就是可能參加多些義工活動 或者去學習一些新的技能 那等自己的競爭能力高些 其實我覺得升學真的不是一個很困難的 譬如我成熄的朋友裡面 其實他們肯努力 而且也有興趣繼續升上去 其實真的沒有幾個是升不上去的 而當中我的朋友 在畢業那一年 他雖然不成功升學 但是他因為不放棄 他就是今年都已經順利升上大學了 所以我覺得最主要是同學肯努力 不放棄 還有陷阱給自己 其實升學真的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多謝三位同學的分享 那我們現在就去到問答的環節了 其實都收到幾個問題的 現在就麻煩副院長姓思維女士為我們問答的 思維有請 那我們收到的第一個問題 是有同學問畢業之後 他想到海外升學 這個地方的課程是否適合呢 好,謝謝Ray 其實我們剛才也有說過 我們的課程無論是本地升學 或者是海外升學都是很適合的 我們跟本地的 我們剛才說過很多同學讀完這個課程 除了本地升學之外 我們跟很多海外大學都簽了一些合作備忘錄 特別是一些在相關的領域做得很出色的國家 那麼我們的畢業生 畢業之後就可以行接到相關的課程 以及以高年級的資格去入學 例如幼兒教育課程的畢業生 他可以去到芬蘭那裏升學 而日本研究的同學 亦都可以去一些和我們簽訂了一些升學協議的日本大學 另外如果同學是讀工程的話 他都可以選擇去到英國的升學 那麼詳情在我們的網頁那裏 都有些資料的同學可以去看看 又或者一會下午記住 參加我們下午每一個課程的講座 至於在語言上 同學可能想 如果我畢業之後去海外升學 我英文會不會不夠好 有這樣的擔心 但是同學都可以放心 我們所有的高級文憑課程的教學語言 全部是用英文來教學的 讓同學可以適應到 全英語的授課環境 另外我們學院 就有一個非常經驗 非常豐富的外籍老師 可以幫助大家學好英文 所以在外國思考那裏 同學不用擔心 如果你真的有這樣的心的話 你努力是一定可以實現你這個夢想的 好的,謝謝 第二個問題 有同學說 疫情之下上課會不會很悶 有沒有什麼活動可以讓我們玩一下呢? 絕對有的 剛才如果你有留心聽 Justin 我們的學生 我們的畢業生說 你會發覺他剛才說 所有的活動真的非常多之多彩 或者你留意到剛才Mac所說 優兒教育也有很多很多的活動 Justin 也提到 反而他升上大學之後 比較起來 發覺大學的活動是少了很多 所以我們可以說 我們真的可以跟同學保證 我們這陣子的學生 他真的會有一個很豐富的全面學習經歷 上課是一點都不滿滿的 例如我們不同的課程 例如我們的寵物護養和動物輔助治療的同學 他們曾經去過這些狗隻的收容所照顧動物 另外一個課程 譬如犯罪學的同學 就會去很多不同的紀律部隊參觀 其實每個課程 老師都會安排同學去相關的機構 做一百中後的實習 同學在畢業前都已經累積了一定的工作經驗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你來我們這陣子的俗孫 是一點都不滿滿的 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活動提供給你們 好的,謝謝 我們再問到一個問題 有同學說 畢業後是否很容易找到工作 是的 相對來說 我們的同學是有那個優勢 優勢在哪裏呢? 我們每一個課程 其實每一個同學 是一定需要做足一百個小時的實習 他才可以在畢業的 我們這個實習的名稱就是工作融合實習 所以同學在完成了我們的課程之後 他的履歷表上面其實可以寫到很多東西 還有我們的同學在實習期間 因為他的表現真的很好 他其實畢業之前 有些公司已經說 不如你畢業之後 就來我們的公司工作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的同學是有這個優勢的 另外就是 我們的課程有很多的專業認證 例如幼兒教育畢業的同學 其實畢業 只要他們順利完成了我們的課程 就已經是拿到那個幼師的教學的牌照 可以馬上去幼稚園教書 而工商管理 例如我們工商管理的課程 我們的課程是獲得了很多工會的認可 所以同學如果要畢業之後找工作的話 相對來說是比較容易 再說我們在課程裡也引入了這個 剛剛有說過的link in learning 同學可以接觸了很多不同範疇的工作 所以是有那個優勢 所以找工作也是相對是比較容易的 謝謝思維為我們解答 如果有問題的話 同學不需要心急 遲些我們會有專人來答覆你 大家也可以透過電話或電郵 進行查詢 提提大家 由今天到28日 到我們的網上報名平台 報讀高級文頻或文頻課程 都是免報名費 未報名的同學盡快報名 現在同學可以掃描我們的QR Code 到達我們的網上平台版面 不如給小小時間同學掃描一下QR Code 其實我們今天早上的畫節快到尾聲了 下午我們會進行各個學科的講座 大家如果對課程問題有任何查詢 一定不能錯過下午的環節 記得我們可以掃描QR Code 到達網上平台版面 或者你上到HKMULIPACE的網站 也可以看到 我們上午的環節就到這裡 下午再見 拜拜